派出所把警察叫来啊 这都是我们家的 干嘛呀 你干嘛呀 不是 干嘛这是 你干嘛呀 干嘛 无法无天的他们 不动 去 快去派出所把警察叫来啊 喊了 一群臭流氓啊 一群火毒鬼啊 都干什么呀 这打啥抢了这是 等我放下 这是你们家东西吗 你就乱扔 瞎扔是什么呀 就因为不是我们家东西 所以才往外扔呢 谁呀你 你谁呀 你哪根葱啊 哪来回来带着去啊 你们别给我放下 你干嘛呀那没人 干嘛呀 这这都是我们家的 老邦菜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 现在这是我们家了 你怎么就不信呢 你那脑袋里长草了是吗 带着 别动了别动了 别动了别动了 你干嘛呀 动手是不是 耍流氓啊 红鱼松 我一直怕你 你真吓着我了 你右边小子 你今儿把大爷我吓尿了 我看你 裤子都得你赔 你俩说谁流氓 你建设别人房子 你俩才是流氓 没错 我这房子是我爸爸留下来的 孙子 这房子比你爸爸岁数多大 就是你祖宗留下来的 现在这房子也得随我先生了 知道吗 你要是再多嚷嚷一句 我今天就让你横着出去 你信吗 呦呸 你再骂一句我听听 行 你看看你这副德行 从小到大没刷过牙 没洗过脸 闻闻这味儿 骚得很 一脱衣服劈里啪啦 往下掉活物 我去吧 你哪儿啊你 你嘴够壮的 骂得够欢的你 你报号 怎么着 盘盗 你要是盗上了 咱也就得盘盘这盗 你要不是盗上人 自己赶紧找盗 有多远走多远 行 小爷我不是盗上的人 但没事呢 就跟六哥 切磋切磋打成拳 知道六哥是谁吗 六哥就是你们六大爷 六哥的朋友 六哥的朋友 你早说呀 对不对 咱不是外人啊 你 但是啊 咱该怎么说怎么说 咱们讲理 好不好 我跟你说啊 这房子 我花钱买的 真金白银 我掏出去了 咱别说别人 就是六哥在这儿 六哥也得说 这房子归我了 你 那你那么放屁 你的 谁卖你的 谁卖你的 这这钱呢 沐小强 吴大强是不是你儿子呀 是我儿子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这不完了吗 你亲儿子 亲手把这房子卖给我了 白纸黑字 合理合法 拿过去看个眼去 我一说啊 赶紧把你们这堆破烂扔出去 我看着闹心子吧 你们家都还全都是破烂扔呢 吴大爷这赞是不是你签的呀 你看看 是你的字吗 我 我没见过这东西啊 老邦蔡 你别牛脸就不认账啊 这上面是不是你签的字 我没说 到法院去了 人也认你签的这字 你得好好想想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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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前一生日子 这几天 那个黑的 反正拿过来一个东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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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是签了个字 可是我没见过这些东西啊 哎呀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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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说 黑的呢 人呢 黑的没有 我还跟他找了半天呢 去去去 别跟我这儿演戏了 哥们 看见没有 我说的是不是实话 二十万 二十万 装一小箱子里面 让你儿子拿走了 干啥说回去给他爹 买糖吃了 你那放屁 我才没他们那么馋的 吴大爷 这口头是真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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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 拿 拿 你 赌他 这 这大包 这鸡皮鸡 这不 咱我 这不 喂 喂 喂 我拿了 拿了 拿了 赶紧拿了 赶紧把人给我抬出去啊 别撕我这卷里边 倒是从胸宅了我 他提起来 提起来 好 提起来 让你儿子 这儿没用啊 没事吧 别进去啊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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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儿子 慢点 慢点 活过来了 我怎么压根也没死过去 我啊 就是那么你小子破的吧 我都这样了 还能包丝绸呢 我破的 我才舍不得我这高末呢 啊 吴大爷 家里东也都捡回来了 小肚子 那可是我们家祖宅啊 这这帮小子 我活埋着的 他心都有啊 那帮小子 走吧 警察 我埋着的心里 警察 警察来了 警察来了 警察来了管什么用啊 您说什么话呀 我们怎么不管用啊 我 我 我不是说警察来了 有什么用啊 这 你们 你们来了 我 你都是这小子 他把房子卖了 可人家这 就那手续还齐全 你说我怎么办呢 是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 您得说清楚 我们这儿已经出警了 回去必须递给我交代啊 二十万 不是 你说黑子要那么多钱干嘛去啊 小那事 我怎么知道 那个警察同志 这事 说来话长了 满粒的啊 扔了啊 把这些破烂都给我扔出去 那他们家的房子 就这么就没了 人家合法买卖 我们怎么管 这样吧 我们去问问什么情况 看上那手续齐全不齐全 好吗 好好好 我送送你们 头 头疼了 干嘛呀 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 哪儿戒你 死你我 干嘛呀 我解解汗 那只脚要扇出来 不是 你发什么疯啊 你说我发什么疯 好你个疯多 你一走就这几年 你还知道回来 够狠的呀你 不是 你干嘛呀 跟吃了死耗子似的 你才跟吃了死耗子似的呢 干嘛 你来干嘛呀 我怎么就不能来了 你就别在这儿添乱了行吗 我 我不是来听了 我有正事说 你有什么正事 你都让你给我脚晃了 一块儿再找你算账 那个 冯叔伍说 我 我是过来给你们送个信 昨天晚上冯青跟黑子给我打一电话 说让我过来告诉你们一声 冯青跟黑子在一块呢 黑子去哪儿了 您二老先别急啊 是 是这样 这事先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他俩吧 不 不敢直接跟你们说 所以让我过来捎个话 你们能明白我说的什么 说 说 不是 你别吞吞吞吞吞 赶紧说呀 说 那个 他 他 他们去那个叫 密 密克罗尼西亚了 密什么 北京没这地方啊 这什么西西 什么西啊 密克罗尼西亚群岛 太平洋的一个岛国 美国托管地 不是 你们俩说什么呢这是 你俩先别说了 让这让我说完 等我说完了 你 你们再商量看 这事该怎么办啊 是 是这样的 那个 他 他们说 他们想去美国 然后黑子吧 就偷偷地把 我说您的房子给卖了 他说了 他说 我说您单位好 那日后肯定还能 再给您分一套 但是去 去美国这事吧 就过了这次没这地儿了 所以冯青就说 他也想跟这黑子一块儿去 他 他们说了 到了美国挣了钱 就把冯叔 您接到美国去 养老享享福去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冯青去美国了 这次假的 来 来 来 爸 他就传话呢 你急什么呀 我什么都不知道说 我 冯青这丫头啊 行了 冯青这丫头不错了 是您家冯青 勾引得我们家黑子 把我们家房子卖了 你这闺女养殖了 你说什么呢你 我说什么你听不懂啊 他怎么不卖你们家房子 怎么不卖你们家房子 怎么卖过我们家房子呀 你闺女有出息 你金闺女 放屁 你呸 是你们家黑子 把我们家房子给拐倒的 是你们家的房子 勾引的我们家黑子 他还要心里的美国养老 他怎么不送我到美国养老呢 你还敢动水 我都不帮我 你大脑子 你再来 这都一大脑子 来 这都一大脑子 来 我不累了 我累了你 来 这都一大脑子 来 你这都一大脑子 你还要来 这都一大脑子 你还要来 这都一大脑子 我只知道 我肯定没得好 飞的 我的儿子没了 我的儿子没了 儿子 手续齐全 绝对齐全 我跟您说了吧 我也是规律老百姓 您 您慢走啊 不送了啊